以后不再见她了 于是以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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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再见她了。 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以后不再见她了。 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以后不再见她了。 于是以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以后不再见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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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以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丽莎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丽莎说 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丽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祝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莎对她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祝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莎对她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一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莎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得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莎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 以利莎把自己的衣服撕围两片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莎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一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莎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得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莎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 以利莎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莎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一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莎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得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莎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 以利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莎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祝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 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祝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一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莎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得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莎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 以利莎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莎 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耶和华拆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要赶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一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莎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莎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得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莎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莎 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